各位中华会计网校的学员朋友们 欢迎来到ACC F3的课堂 我是小燕老师 我们继续学习有关F3的课程 那我们来学习第19章 Prepar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Compliance 那这一章我们来学习一下 关于公司制企业编制的财务报表 那么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的是一些立题 因为公司制企业的财务报表 其实跟独资企业的财务报表的话 它会比较的类似 但是它的内容会更多一些 会更综合一些 结合公司制本身 它的一些账户的特点 它会来考察大家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立题 首先来看第一道立题 The Draft Statements of Financial Possession Shield Below has been prepared for Shareswap Limited Lobility Complain As at December 31st 2004 04年12月31号 这家公司的一个草稿的一个 是一个Draft Statements of Financial Possession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草稿编制的 简单看一下 Assets部分呢 包括两部分 两大类 Non-Contra Assets 还有一个是呢 Contra Assets Non-Contra Assets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有Land and Building 成本Cost是 我们说三个例子 我们就不念了 是9000 Accumulated Depressation是以前 Carrying Value 账面价值 成本减累计折旧 等于账面价值 另外还有Plantian Equipment 21000 累计折旧9000 账面价值呢 是12000 然后有个Total数 然后再看一下 Contra Assets 包括三项 一项是英文Tray 3000 Receivables 2600 Cash at Bank是1900 这样我们得到 流动的资产总计数 然后加上 非流动资产总计数 得到总的资产 总的资产 那么这是资产的部分 那再来看一下 所有者权益和负债部分 所有者Equity的部分 包括East Show的 Share Capital 已经发行的股本 Ordinary Shares are 15 Centish 那么面值是 50分股本数 另外有Returned Earnings 留存收益 那么这是总的 所有者权益 加总是18400 然后我们看一下 负债包括呢 Non-Controlability 非流动的负债 有一个No Notes 有一个债券 Redeemable 那么它的这个 到期日期是 2010年 也就是我们前面 都是用X表持 这个地方用Y 那肯定是 我们说时间是比较长的 所以它作为一项 非流动负债 来进行反应 那么对于Controlability呢 是2100 那么这样你的 所有者权益 加上负债 你会发现 并不等于总资产 所以这边有一个 Suspense Accounts 就是因为 试算平衡表不平衡 所以会有一个 Suspense 对吧 前面讲过了 就是说 试算平衡表的 借方加总数 它不等于 代方加总数 那我们说 哪一方少 就先用Suspense 去补足它 那反应在 报表中的话 这边也有一个 Suspense Accounts 是5000 那么Suspense Accounts 我们说了 一定要先解决掉 解决完毕之后 我们才能够 编制财务报表 好 那么这是一个草稿 然后看一下 有关的 The following further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给你的其他的 有关的信息 第一个 It has been decided to revalue the land and the buildings to 12 million at December 31st 2004 那么 首先它会说了 它的land和building 它要进行评估的增值 评估增值到 12个million 这是 第一个 关于评估增值 然后第二个呢 是receivable trade receivable totaling 200,000 to be written off 也就是 trade receivable 的话呢 有一部分 是确定 不能够收回的 不能收回的话 要作为企业的 一项坏账 和销掉 好 第三 During the year During the year there was a counter segment of 106,000 in which an amount due to a supplier was set off against the amount due from the same complain for goods sold to each 也就是说 在当年的话呢 有一个这个 应收和应付的一个 地检啊 它说了 no entry has yet been made to record the set off 我们并没有 做这个 地检啊 实际上也就是说 我们要做一个 应收和应付的一个 地检啊 相互要地检掉 好 第四 Some inventory items included in the draft statements of financial possession at cost 500,000 were sold after the reporting date for 400,000 withselling expenses of 14,000 也就是说 我们有一部分 存货的话呢 成本是50万 但是呢 它的这个 卖的就是 资产负债表日后啊 卖的这个价格的话呢 只卖了40万 同时还发生了一个 销售费用是4万 那你会发现啊 我们说过 存货在 资产负债表日 应该按照 成本与可变 近时输低啊 所以它随后的信息 实际上就表明了 这个存货 实际上在资产负债表日 已经发生了价值的减损 也就是说 它的 可变净值 是低于成本的 那这个存货 就不能按照成本 反映在财务状况表中 应该按照 可变净值 因为可变净值 是40万 减去4万 我们是36万 它是要低于 它的成本 应该按36万 反映在报表中 那么 36万跟50万之间 有一个啊 我们说 14万的这样一个损失 应该作为企业的一项 费用来进行反映 它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 进而影响到 留存收益 所以这是 第四个 关于存货 也是我们要考虑的 成本与可变 净值 赎低 如何来影响 报表项目 第五 然后它告诉你 这个 suspense accounts 是怎么构成的 the suspense accounts is made up of the two items 两个项目 第一个 the proceed of issue of 4 million 15 cents share at 1.1 per sale credit to the suspense account from the cash book 也就是说 我们发行了 400万的股票 面值是50分的 按照 1块1的发行价 但是呢 企业的 会计人员 只做了 一个分录 就是只是借了一个cash 代方它没有做 没有做 所以这是 第一个 第一个 所以说代方 就是一个 missing credit 代方就漏掉了 没有做的 所以肯定会 形成代方少嘛 所以呢 你会用suspense 去补足它 对吧 因为借方更多一些 你借了cash 但没有做代方 还有第二个呢 它说 the balance of the accounts is the precede of sale of some plant on January 1 2004 那么说 它这个 suspense 总共是5000 其中有一部分 是由于 发行股票 没有做这个 对应的 代方的账户 那还剩下的 这一部分 是由于什么 形成的呢 它说 the balance of the accounts 剩下的这一部分 suspense 还有一个 suspense 它是 it's the precede of sale of some plant 就是我们在 04年的 1月1号 卖掉了一些 厂厂 卖掉一些厂房 然后这个厂房 基本信息是什么呢 with a carrying amount as a date of sale of 700,000 and which had orange 呢 cost 1.4 million 也就是说 它在那个 2014年卖的时候 那个10点 它的账面价值 carrying amount 呢 是70万 它的成本的话呢 是 140万 所以累计折旧 你可以算出来 累计折旧 就是用140万 减去呢 账面价值 累计折旧 也是70万 对吧 好 然后它说了 no other accounting entries have been yet made for the disposal apart from the catchbook entry for the receipt of the precede 也就是说 这一笔 处置固定资产 它只做了一笔分路 就只做了借cash 然后代方 剩下的什么 都没有做 对吧 那我们 我们要知道 实际上我们要知道 就是我们在 这个处置固定资产的时候 应该是 按照 固定资产 处置的时候 所获得的 这个precede 这个收益 跟这个固定资产的 账面价值的差额 我们要确认一个 gain 或者是确认一个 loss on disposal fixed assets 是吧 确认处置固定资产 利益和损失 那它现在只是 做了一个借cash 然后代方 都没有做 漏掉了 漏掉了 好 所以这是 suspend所形成的 第二个原因 好 然后漏掉了之后的话 我们再往底下看 它说 折旧 depressation on plant has been charged at 25% street loan basis 就是 折旧 它对这个 plunge 计题折旧 是直线法下面 按照25%的 比例 来计题的 impropering the dropped statements of financial possession 也就是说 在编制这个 草拟的 财务状况表的时候 它是按照 直线法下的成本 的25%的折旧率 来计题折旧的 好 without allowing for the sale 也就是说的话呢 它计题折旧的时候 是没有考虑 卖掉了这一部分的 折旧 然后来计题的 那你就会想的话呢 我已经卖掉了 然后但是我计题折旧 还是按照原来 没卖的这一部分 提的折旧 那这个时候 折旧费用 就会什么样啊 多记啊 也就会相应的 会产生一个 arrows 会有一个差错 你还要做一个 什么样啊 差错的一个更正 好 然后它说 the depreciation for the year relating to the plunge should be adjusted for in full 也就是说 跟这个plunge 相关的 那我应该按全年 来进行什么样 计题啊 for the year in full 就不用考虑 那的话 要计题多少个月 我就按年 全年来算就可以 好 所以这是 suspense 有关的一些数据啊 有关的一些数据 要求我们做什么呢 第一个 propel the general interest to clear the suspense accounts 就是 suspense accounts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 这个draft statements of financial position 中有一个5000 你要把这个5000的话呢 是要把它什么样 clear的掉的啊 clear掉 好 然后第二个呢 是propel the coupling statements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edge December 31st 去到4 comply as far as possible with is1 present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后面我们不用去管它 就是你按照 国际会计准则第一号 财务报表的劣势 你来编制一个财务状况表啊 一般来说 我们也不要求大家 去写那些项目 因为考试中 那些项目 名称都给了你 你只要去填数字 就OK了啊 Details of non-contract assets adjusted appropriately should appear as they are presented in the question 就是对于 非流动的资产部分 你还是要按照这个 非流动资产部分 劣势的成本 减去呢 累计折旧 然后等账面禁止 来进行劣势啊 好 那考试的话 说了 一般都是直接去填 某一个数字啊 文字性的那些items 都不要求你去填 所以我们重点 还是要关注 如何来编制 财务报表 它的一些基本的原理啊 好 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也就是我们要把 这个suspense accounts 要清零 对吧 好 那我们看一下 suspense 我刚才已经分析过了 总共的话呢 是5000 5000啊 我们刚才在这个 Draft statements of financial position中 显示它有一个5000 好 然后我们刚才讲到了 它是有两部分构成的 一部分是什么 一部分是发行股票 它的贷房没有做 那我们说是借cash 贷呢 没做 所以说就用suspense 去补足它 好 那么贷房没有做的话呢 它贷房总共金额 会形成多少呢 因为它发行了 4个million的shales 按照一块一 来进行的发行 所以这样 实际上 它总共发行的金额 应该是440万 对吧 好 所以precede off issue of 4 million shares at 1.1 是440万 好 然后我们说 总共是5000万 那就说明什么 它出售这个固定资产 然后所产生的这个 收益 应该是600 对吧 所以precede off sale of fund 因为它是借了一个cash 然后贷房 它没有做 那我们说了 这个cash 它金额 其实并没有告诉你 那你自己去推导出来 这个suspense的余额 在出售这一部分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600 600 好 那现在我们要clear the suspense 那怎么clear呢 首先我们说了 我们把这个发行股票 没做到贷房 给它补上 所以说你看 公司这企业 它肯定会考你股本 有关的一些内容 补上的话 就是贷 贷的话呢 就是issue the share capital issue share capital 4个million 然后可以面值 就叫面值50分 是2000 总共发行的 这个什么样 金额是4400 因为cash已经在里头 所以这个地方 直接和销 suspense就可以 所以借suspense 金额是4400 然后我们说 溢价部分 就要primer 这样一个账户中 去4400 减去2000 等于2400 所以这样 我们就把suspense 它的这个 代方的余额的 4400 咱们就合销掉了 合销掉了 然后再来看 还有一个600 600是卖股票 卖股票的 600是卖这个plunk 卖固定资产 卖固定资产 当时我们只是 做了一笔借cash 代方什么都没有做 那我们想一想 如果我们真的做的话 应该是借cash 代呢 disposal 对吧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就应该什么样啊 借suspense 代呢 disposal 这个账户 把这个suspense 这个账户 把它清空啊 所以借suspense 代呢 disposal 金额是600 这样我们就把suspense 这个账户就清空了 用其他的账户 就代替掉了suspense 好 所以这是 我们的第一个分路啊 第一个分路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也就是要求我们 编译张财务报表啊 我们先把结果列示出来了啊 然后我们在后面 分别给大家展示 比方说这个land和building啊 这个w1呢 它是这个数据是怎么出来的啊 land和building 我们看一下 它最终的结果啊 cost or valuation 金额是什么样啊 12000 然后planting的equipment啊 W2经过调整之后呢 cost是19600 累计折旧是7950 那么这样的话 总共的这个 物理资产的carrying value是成本兼累计折旧啊 算出来是 上面价值是23650 然后再来看 counter assets啊 我们经过调整 inventory啊 inventory inventory的话呢 由于发生了减值 减值了多少呢 前面分析掉了 减值了140 啊 所以减值了14万 应该说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啊 我们把它这个存货价值 进行的条件 然后receivable啊 receivable的话呢 啊 我们啊 有一部分receivable 是直接合销的 作为换账合销 作为费用 还有一部分的话呢 啊 是应收和应付的抵减啊 后面会讲啊 w4 所以说这些有 有进行调整的项目 我们都进行了调整啊 好 然后再来看啊 这个什么样啊 还有发行的股票 发行股票上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直接填了 就是issue的需要capital 6000 然后合销掉suspense 会导致需要capital增加2000 对吧 所以最后我们的issue 需要capital是8000 需要prime也是来自于 刚才讲的 溢价部分是2400 好 然后我们再去 revaluate insurance plus啊 我们有一个评估增值 后面我们跟WE 是联系在一起 因为有一部分的 呃 固定资产 它是进行的什么样啊 评估的增值啊 还有一个是什么样啊 returned earnings啊 也会进行一些变动 因为我们对一些资产 和负债进行的调整 肯定会影响到一些呃 费用啊 等等 那么肯定会影响到 留存收益 好 然后呃 我们说non-contribility啊 no notes没有变化 contribility呢 啊 trade payable 因为应收和应付 底点掉了什么样 106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trade payable 也有变化 应该说呃 绝大多数的这个呃 statements of financial position 中的数据啊 都会受到以上的信息的 一些变化啊 变化 当然几个别的 是没有变化的 包括刚才所讲到的 cash at bank呀 呃 还有no notes啊 等等啊 但是绝大多数都有变化 好了 那么这是 经过调整啊 经过我们 啊 调整之后的一个报表 你会发现 总的资产等于 总的负债 加上所有者权益 那现在我们就来 看一下啊 从w1 一直到w5 我们这些数据 是怎么出来的啊 首先我们看一下 就是land和building 这一部分 因为它 讲到了关于评估增值啊 所以it has been decided to revalue the land and the building to 12 million at December 31st 2004啊 04年12月31号的时候 我决定评估增值到 12个million 好 那么评估增值的话呢 我们先要去看一下啊 它之前的这个数据啊 是金额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先去找一下 之前的这个草拟的财务报表 你会发现 我们的land和building的话呢 之前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之前账面价值是不是 8000啊 8000 现在怎么样啊 我们要把它评估增值到啊 我们说 啊 评估增值到 12000 12000啊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 就12个million啊 我们就用12000来代替它 那么大家会发现 总共评估增值的金额是多少 就是用12000减去8000 是不是等于4000啊 对吧 这就是整个的一个评估增值啊 所以说revaluation surplus我们可以确定 就是等于4000 好 那我们说过了 对于评估增值 我们要做的分路 怎么做呀 首先我们要把累计折旧 跟成本进行对冲 所以原来的累计折旧啊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财务状况表中 它的累计折旧的话 啊 金额是1000 所以这个1000 要跟land和building啊 成本进行对冲 把你的累计折旧啊 减少1000 然后把你的什么 把你的这个land和building的成本 也会减少1000 然后再把什么样啊 价值调增到12个million 也就是要调增多少 要调增4000啊 4000 你会发现 啊 调增4000 所以说实际上 最后你的land和building啊 累计折就是没有了 然后成本的话呢 就是什么样啊 12个million 然后账面价值 也就是评估 也就增加到了评估的12个million 然后revaluation reserves啊 revaluation reserves 就刚才我们看到的 你看 这就是12000 然后revaluation reserve 这边有一个什么样啊 4000啊 大家应该知道是怎么来的了 好 所以我们的分路啊 借累计折旧 借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带呢 land and building 是吧 这样我们就 把累计折旧和成本堆冲了 对吧 完了之后啊 这样的话 你的账面的净值 就全部到成本中去了 就是8000 8000跟12000去做比较 那么增加了什么样啊 这个4000 所以借land和building 带呢 revaluation surplus 所以说land和building 在财务状况表中 体现的成本 就是12个million revaluation reserves呢 它的金额就是4000 好 所以这是W1啊 这一部分 怎么来的啊 怎么来的 好我们看W2 W2我们要填哪个部分数据 就这个planter的equipment啊 这个地方 我们要去更新成本 要去更新什么样啊 累计折旧啊 好 那这一部分 稍微有一点点复杂 我们来看一下W2的一些部分啊 首先我们要知道 它有一部分的固定资产 是进行了处置 对不对 但是处置的时候的话呢 开始是没有做分路的 所以说也没有转出 处置固定资产的成本 和累计折旧 然后它是按照 没有转出的 或者说 按照没有转出 这个成本的 之前的这个价值 来具体的折旧 所以它的折旧的费用 会多提 所以它会 那这样我们 就要考虑两部分 一部分是什么样啊 一部分是 我应该要 转出去的固定资产的成本 转出去的固定资产 对应的累计折旧 然后由于我的话呢 之前我提的折旧 就是按照没有转出去的 固定资产的成本来具体的折旧 这样就会导致的话呢 我的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 实际上是多提了 那多提的话 我还要做一个差错的更正 实际上它包括的知识点啊 有两个比较大的一个知识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刚才第二个部分 所对应的有关的信息 The balance of the accounts is the precede of the sale of some plant on January the 1st 2004 The balance of the accounts 指的是 这个 suspense accounts啊 前面讲过有一个600嘛 5000减去 4400是不是600 600就是处置固定资产的 那个precede啊 所获得的这样的一个 现金的流入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 600跟什么做比较啊 跟它账面净值做比较 它说了 With the carrying amount as the date of sale 那么它的账面净值是多少 是700 实际上我们知道 它发生了一个 这个处置固定资产的损失 因为账面净值是700 而它只卖了600 所以它会有一个损失的话呢 应该是100 好那么这个700的话呢 是一个账面净值 账面净值等于成本减去呢 累计折旧 所以它告诉你 Which had original cost 它告诉你的成本的话呢 是1.4个million 对吧 好所以这个1.4个million的是成本 它所以说它对应的累计折旧啊 就应该用1400减去700 等于700 好然后它说 No other accounting entries have yet been made for the disposal part from the cash book entry for the receipt of the proceed 这是前面讲过的 也就是它的这个公司的会计人员 只是做了一个借cash 然后剩下什么都没做 对吧 所以我们当时就用suspense 找到是600的一个suspense 是吧还记得吗 借suspense代的disposal 好那现在看一下 如果 我现在什么样啊 要把固定资产的 前面的借suspense 代呢disposal 反映的是企业啊 流入的现金的部分 处置固定资产现金的流入 那现在呢 现在的话呢 我还要把固定资产上面 禁止要转到disposal 这个账户中去 所以转的时候的话呢 核销掉固定资产成本 代呢 planching equipment是1400 核销掉累计折旧 借呢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金额是700 也就是说把账面禁止 我转到了disposal这个账户 你会发现我前面的这个 你会发现啊 我前面的这个disposal 啊就是我们 在看前面这一笔啊 suspense这个账户的时候 当时我们清空suspense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这笔吗 这里suspense啊 这个账户对应了一个disposal 是不是有个贷方的600啊 600指的是我处置固定资产 现金的一个流入 现在什么样啊 现在我还有处置固定资产的 账面净值是700 你会发现disposal 在没有截转之前 它的借方有一个100 有个账面净值大于 它的一个处置的一个收益 那这个就说明啊 我们的处置是一个损失 那么disposal这个账户 要把它结清 结清就是要带呢 disposal 然后借呢loss on disposal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卖了600啊 600 然后呢 我的账面净值是700 就发生了一个损失是100 啊 所以这是一个损失 损失它会对流存收益产生影响 好的 这是第一个啊 我们分析完毕了 这个loss on disposal啊 然后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 还有一笔 就是呢 他说depressation unplanned has been charged at twenty-five percent a straight loan basis in preparing the job statements of financial possession without啊 这个地方 without allowing for the sale 就是我在具体折旧的时候 是没有考虑 我卖掉了这个固定资产 这一部分 实际上我们要不要考虑啊 当然得要考虑啊 你都卖掉了 不需要提折旧了 但是你还是按照 呃 没有卖之前 那个成本来提的折旧 所以你的折旧费用 就当然就多提了 啊 the depreciation for the year relating to the plant sold should be adjusted for in full啊 全部按照全部的 来什么样啊 呃 来确认啊 来确认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卖掉那一部分成本是多少 成本是不是刚才讲到的是 啊 1.4个million啊 1.4个million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说你 你是按照什么样 卖掉的 包含卖掉那一部分提的折旧 你的折旧就多提了 所以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就应该用什么样啊 用啊 我们说三个零 咱不 啊 不说了 1400 x 25%是 啊 350 350 对吧 啊 350 然后你看一下 你的350的这样的一个累计折旧 是不应该包含在现在他的财务报表中的累计折旧的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经过调整啊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说我们把WR的前部分和后面这一部分啊 联系在一起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草稿的呃 看的看一下草稿的这一部分怎么样来进行调 你看一下 这个是呃 这个成本是2000 2万1 这个是9000 对吧 那前面讲过了 卖的部分 你要把它合销掉 合销多少 合销成本 这个地方应该合销的话呢 是140的成本 对吧 140 然后这个地方要合销多少 合销70的累计折旧 把卖的那一部分转到disposer这个财务 就合销掉了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因为啊 我们说你在计题折旧的时候 你是没有按照扣除掉140的部分来提的折旧 所以你的折旧费用是多提了 多提的你要冲回来 冲回来就要借累计折旧 代呢 折旧费用 是这样吧 啊 因为我们计题时候是借折旧费用 代呢 累计折旧 所以你的累计折旧是要冲回一部分 啊 冲回 冲回一部分啊 所以你看累计 累计折旧这一部分 你要冲回啊 冲回还要减去啊 还要再减去什么样啊 350 再减去350 对吧 累计折旧还要冲掉啊 这个地方 好 这个地方还要 这是减7吧 这个是减1400 对吧 然后还要减去什么样啊 350 累计折旧还要继续减少 对吧 你多提了吗 多提了就要冲回来 冲回来什么样啊 就还要继续减少 它的累计折旧 好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实际上就得到了 WR的这一部分 你会发现 这个Plunch的Equipment的成本啊 就是用21000减去1400 对吧 就得到的成本是19600 然后这个累计折旧的 这个金额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 9000 就是原来没有经过调整的 然后减去什么样 卖掉的这一部分 卖掉的这一部分 要核销掉累计折旧 累计折旧要减少 减去7吧 然后由于什么样 你又多提了折旧费用 所以说你还要什么样啊 再减去350的 这样一个折旧费用 如果我们要写出 这个多提的这个分路来啊 就应该是借什么样啊 借的话是累计折旧 借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代呢 depreciation expenses啊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 WR这个数据啊 来进行的一个更新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 W3啊 W3的话我们看一下 要求我们去填什么呢 填这个存货 对吧 存货啊 存货原来的账面价值啊 在草稿的部分 简单看一下 英文锤 草稿部分是不是有个3000啊 3000啊 3000啊 那我们看啊 这个3000要不要经过调整 我们 继续 好看一下W3啊 他说 some inventory items included in the job statements of financial possession at cost 500,000 were sold after the reporting date for 400,000 with sitting expenses of 3,000 啊 那也就是说 其中有一个50万的这个存货 然后他随后卖的话 只能卖多少钱呢 他只能卖40万 然后还要发生一个 sitting expenses是4万 所以这样我们就得到啊 这个50万对应的可编净值 natural leasable value of this inventory 应该是36万 对吧 而他成本的话呢 却是50万 而我们前面讲过 整个的这个3000的里面啊 3000里头 他是没有考虑这个存货 跌价准备的 但实际上这个存货 我们说他发生了多少跌价呢 应该用500减去360 是不是发生了140的 这样的一个减值啊 所以inventry should be valued at the number of cost of natural leasable value啊 我们说过 存货应该按照成本与可编 净值输低 所以这个存货 肯定就发生了损失 损失的金额就是啊 我们说500减去360 等于呢14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说 我们的存货啊 这个500实际上是包含在那个3000里面的 对吧 然后这个500对应的话呢 应该把它价值调到30 360要调减140 所以就应该用3000减去140 那个存货啊 在在我们的财务状况表中 我们看一下就这个地方 应该是什么样啊 3000减去140啊 就是因为这个3000里头 还有500的这一部分存货 这个500存货 现在价值只值360了 所以应该调减 它的价值调减140 所以就应该用3000减去140 这样就得到什么样啊 期末存货的价值的话呢 是2860啊 好 这是关于英文锤 这样的一个价值 好 我们再来看 Trader Receivable啊 这一部分 那么Trader Receivable Todering 200 Sounds are to be written off 那直接说了 其中的话呢 我们说有200个K的话呢 直接什么样 合销掉 合销掉的话呢 我们说 直接合销 应收账款 所以要带呢 Trader Receivable 借呢 irrecoverable debts 就会 应收账款减少 同时 应收账款收不回来的 变成企业的一项 坏账的费用 During the year there was a contract assetment of 106,000 in which amount due to a supplier was set off against 然后他说了 有个应收和应付 要进行抵减 对吧 the amount due from the same company for goods served to each 就是双方互为 债权人和债务人 然后重点是 no answer has been made to record the set off 没有 没有做这笔 什么样 抵消 那你就要抵消吧 抵消的话呢 对应收和应付 都是减少 所以借呢 应付账款 贷呢 应收账款是106 106 所以最后你的receivable 就会在原来的 这个草稿的基础上 是2600基础上 要减去什么样 合销掉的200i 然后再减去什么样啊 应收和应付 抵减的160 最后得到是2294啊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个2294是怎么来的啊 这个2294 2294就这么来的 是吧 2600减去什么样啊 减去这个作为坏账 费用合销掉的 作为我们说 已经是坏账的 合销的应收账款 然后应收和应付的 低减 然后这个160的话 看一下 既影响应收 也影响应付啊 所以说 取得payable的话呢 也会在2100的基础上 也要调掉啊 调减掉160啊 106啊 这样就得到1994 好 那这样我们就把什么样啊 W4啊 也解决完毕了 那我们看一下啊 其中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什么呀 W5就是留存收益啊 因为这道题 它不要求我们去 呃 编制利润表 那么所以说利润表 它用的是一个总额的概念 就是以上的这些交易啊 对利润的一个影响 最终都会反映在留存收益 这样的一个账户中来 所以你看一下 留存收益这个账户 它会受到前面几笔的 这样一个影响啊 首先留存收益的话呢 来自于草稿的部分啊 草稿部分去找一下 在这里 在这里12400对吧 然后我们考虑前面的 对于费用的影响 然后来看 对留存收益的一个调整啊 好 那么这个12400是来自于啊 前面的 Job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session 然后前面讲过 我们有一个储置固定资产 有一个Loss on Disposal Loss on Disposal 实际上会减少利润 对吧 减少利润就减少了留存收益 所以这边是要减去啊 减去呢 100 然后第二呢 Deprociation Adjustment 还记得吗 因为你多提了折旧 多提了折旧 我们冲掉了折旧费用 冲折旧费用 就是要加回来啊 冲折旧费用 实际上就是增加利润 那么也就是增加了留存收益 好 另外我们刚才讲到 存货发生了损失 存货发生了140的损失 这个损失的话呢 调减存货的价值 同时的话呢 作为一项损失 它会调减利润 那么减少利润 相应的也就减少了留存收益 所以要减140 另外刚才讲到了 我们的坏账啊 坏账的费用 坏账费用会减少利润 所以相应的减少留存收益 这样我们经过调整之后的话呢 留存收益的金额是 12310啊 就这样得来的 因为不需要你编利润表了 直接什么样啊 在这张财务状况表中 来进行调整 所以这就是最后的 我们的这个12 Returned Earnings啊 得到这个结果 12310 那这样我们就把 这张报表啊 就全部的 编制完毕了啊 编制完毕了 所以大家就发现啊 实际上的话呢 对于 公司制企业编制报表的话呢 它会涉及到 很多的一些 调整的一些项目啊 比方说 它会跟什么进行结合呢 它会跟这个 差错更正结合 比方说刚才已经讲到的 这个市场平衡表 不平衡 会出现一个 Suspense Accounts 那么对于 Suspense Accounts的话呢 你要知道 它是怎么形成的 然后呢 它不会出 它最终的话呢 我们说 从零开始到零结束 所以你首先要去清空 Suspense Accounts 然后这个Suspense Accounts 可以里头放很多的考点 在我们这要题 它放了几个考点 放了两个考点 第一个考点的话呢 就是关于 对公司制企业 发行股份 对吧 它忘了做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跟公司制 业务相关的 另外它还放了一个 处置固定资产案 它只做了一笔什么样啊 只做了一笔 借Cash 然后后面什么都没有做 所以你看 这个是处置固定资产 就非常容易考的 插错更正 非常容易考察大家 好 另外的话呢 我们说 像这道题 它还结合了 比方说这个 坏账的一些问题 来考察大家 对吧 应收账款 计提坏账 应收账款的 坏账的合销 应收和应付的评解 好 另外还考察了 关于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因为对Land和Building 它很容易的话呢 考你评估增值 然后还结合资产负债表中 结合财务状况表中 那个Revaluation Supplies 要求你填列 因为Revaluation Supplies的话呢 也是公司制企业 所有者权益 一个组成部分 另外的话呢 可能还结合了什么样啊 折旧啊 也是一个插错更正 来考察大家 所以说 像这样的题目啊 我们说在编制 财务报表时 往往的话呢 综合性是 比较强的 所以大家的话呢 一定要去掌握啊 编制财务报表 这些 报表之间勾集的关系 以及呢 每一笔交易 或者是事项 它对报表的项目的影响啊 对资产负债表 对财务状况表中的资产负债 有什么影响 对利润表中的费用 或者是收入 有什么影响 项目照地 它没有给利润表 那我们就要想到 它对于这个 留存收益啊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利润的话 对于公司制企业 它最终会转到 留存收益中去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 基础知识点的一个综合啊 综合 好了 那么这样 我们就把第一道题目 讲完了啊 应该说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能够完成啊 当然 考试的话呢 会不会考这么难啊 也要看看考官啊 不好意思 我这个部门 请您听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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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